大家好,我是余菲,又來到快平的時間 今集講國際時事 有一些國際新聞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知道和重視的人不多 這類新聞一定包括巴勒斯坦問題 信藤摩瓜、順著弱勢巴勒斯坦的遭遇 一定牽扯得出以色列以及美國 事情一涉及美國,發酵起來就會牽一發動全身 今集快平跟大家說環繞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坦白說我真的有點難以置信 是想不到會有些事可以無底線這個程度 眾所周知,土耳其2月6日發生兩場7.8級大地震 震央是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 於是敘利亞北部被嚴重波及 敘利亞十年內戰,人民有屋住已經很好 根本就沒有抗震可言 於是就算是5、6級地震 都可以產生7級地震的災情 連美國都要在輿論壓力和聯合國秘書長開康之下 解除對敘利亞制裁180日 以便幫忙減輕敘利亞人道危機 而以色列竟然喪心病狂到在這一陣空襲大馬時隔 聽到朋友,我很少用這麼情感鮮明的字眼去說時事 不過,我以下讀聯合國公佈的數字給大家聽聽 就會明白,喪心病狂其實是客觀描述 根據聯合國公佈,只是被波及的敘利亞至少有6000人死亡 傷者以萬計,受影響要安置的有900萬人 注意,不是9萬,是900萬人 一聽就知道,沒有資源的敘利亞政府有多困難 而以色列不是協助救援,是選擇在這時空襲重傷的敘利亞 2月19日,當地時間星期日凌晨 以色列向敘利亞首都大馬時隔和周邊地區發射導彈攻擊 被襲擊的包括民居,一棟10層高的民居被摧毀 至少5個平民死亡,15個人受傷 此外,一個中世紀古堡被波及,部分建築塌了 國際人權組織表示,在星期日凌晨施集 擺明是要造成重大的人命傷亡 以色列空襲的理由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理由 就是要攻擊敘利亞境內的親伊朗人員和黎巴亂真主黨勢力 但即使有什麼理由都好,問題是以色列選擇在人家有900萬人受災下發動攻擊 真是天理何在 過幾月前,以色列都發射飛彈攻擊大馬時駕國際機場 造成4個人死亡 空襲敘利亞,以色列習慣了這樣做 今次之所以覺得特別可恥,是攻擊民居之餘 是在人家受地震影響期間去空襲 當然,你可以說受地震影響的敘利亞北部不是全國 以色列又不是炸受災的北部 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 但敘利亞要組織救災 靠的就是首都大馬時駕的行政力量 白費待興的敘利亞,行政力量本來就很脆弱 而以色列是在人家艱難救災之下,去詐人家的行政中心 客觀效果是令人更救不到災 以色列這種無道義可言的霸權行為 會不會一直霸下去不用還呢?是不是這樣呢? 不止對敘利亞,以色列政府霸凌了巴勒斯坦人民幾十年 以後說說最近的尾巴衝突,又看看以色列最近做過什麼 聽說朋友,巴勒斯坦有兩片國土 一片是臨海的加沙地帶,一片是約旦河西岸 以前兩邊是通的,後來被以色列侵佔得隔開了 臨海的加沙地帶不僅僅被侵佔,還被圍風禁錮 詳情大家聽回《露天監獄》那集就明白 我會付個連結給大家 以色列在內塔利亞湖重申上台之後 加大侵略約旦河西岸的力度 當前的世界,俄烏打仗,土耳其雙陣中大地震 而以色列在西岸製造人禍 當整個世界都聚焦在俄烏戰爭上的時候 2023年1月份,以色列就開始大開殺界 幾乎兩三天就有巴人死亡的新聞 而1月26日早上那次是嚴重殺戮 所以佔到新聞的版面,讓世人知道 當日以色列軍警在出名的傑林難民營和巴人發生衝突 期間殺了最少9個巴勒斯坦人 而2月22日 就是剛才說的以色列寨員敘利亞之後的兩人 以軍在約旦河西岸另一個城市 納布魯斯又大開殺界 那場衝突至少有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百多人受傷,當中有不少人危殆 死者包括一個72歲的老人和一個16歲的男生 2023年只不過過了兩個月,腥風再起 主要是因為新上場的內塔尼亞湖 用增加猶太人定居點點起火頭 他一上任就簽批了9個定居點 有些是之前已經霸下來,未被以色列政府授權 簽批授權的意思是強佔強拆巴勒斯坦人的民居 然後再由政府將這些土地略奪行為合法化 從而在那些點加大建屋規模進一步侵佔周邊的土地 家被強拆的巴勒斯坦人 只能住在環境惡劣且擠迫的難民營 巴爾衝突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極度貪婪地侵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好鬥 有關的情況,大家或許可以聽我說國際法庭調查 以色列領土侵佔的一集,我會附個連結給大家 好了,節目最後做幾句總結 今集快評是讓大家注意,踏入2023年才只有兩個月 以色列已經做了兩件性質惡劣和霸道的事 認識國際時事一定要包括巴爾問題 因為以色列與美國是互為表類的關係 當以色列的內塔尼亞湖政府 肆無忌憚地惡形惡相,哈哈爸爸 會不會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和反彈 從現在大去美國化的決心 似乎現在已經有跡可尋 更何況,當前有俄羅斯揭桿起義 挑戰不公平的舊秩序 其他被長期欺壓的國家會因為有人揭桿而起而蠢蠢欲動 值得關注巴爾問題和內塔尼亞湖政府的情況 好了,今集快評先說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你們的轉傳對我很重要 我是魚飛,時事觀察見,拜拜!